五字婀娜的特殊组合 年龄不小却依然年轻 健康故事 时尚期待时尚舞即将播出 很多东西吧 我觉得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改变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 这是武汉市某社区的一次小型表演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几位演员跳起了肚皮 动作呢 就是很大方 很热情 看到时我们都感觉到精神很振奋 我自身上一跳起 我跟他好想 跟他动摇 跟他动摇 跟他很惊奇 感觉你看我们生活的周围 还有这么一群 这些舞者各个夭制灵活 动作敏捷 不是赢得阵阵喝采 表演结束 他们接下面纱 记者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群 看上去并不怎么年轻的人 我今年54岁 我今年57岁 52岁 58岁 51岁 43岁 刚满55岁 也许是受到几位表演者的感染 很多观众 情不自禁地走上舞台 他们扭得像蛇样 像仙女 那就是风吹洋柳 特别是那个穿黑衣服那个女 她的身上特别 脾肤啊肌肉啊什么的活动 这位黑衣女士叫林有苏 2012年已经58岁了 她们这个舞蹈队 有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时尚期待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 一个平均年龄超过52岁的舞蹈组合 跳的又是充满动感的时尚舞蹈 这七个人啊 就是咱们今天健康故事的主人公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这段有趣的故事 清晨武汉首艺广场 时尚期待也常到这里沉练 动感的音乐响起来 偏偏的舞步走起来 立刻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他们一跳像年轻人一样 他们这个活动的姿势优美的 是不是 还可以 做得他们满身轻松 肯定的心里啊 感觉很愉快 看着他们现在体态轻盈 面带微笑的翩翩起舞 肯定是乐在其中 可要是问他们自己 以前每个人都是另外一副样 因为腰以前我经常 一到那个下雨天呢 我的腰就特别疼 特别酸胀 颈椎啊 肩膏挺严重的 真的 我可以说 我就是坐都坐不长 因为我的腰就很突出 开刀啊 注意人都搞了几次了 想不到 这些五字灵活的成员们 原先有相类似的健康问题 尤其是他们的队长林永苏 2007年到2009年 腰的问题还挺严重的 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起来的时候 就半天都不能翻 而且那段时间很严重了 我几次到有些小诊所里面 到医院里面去推拿按摩 比如说你跑出来了 就是腰阵突出嘛 就是出来了以后 他把它使劲地按进去 那个时候我就推拿了好几次 推拿很难受 还是没解决 林永苏从小就喜欢跳舞 后来也一直是工作单位的文艺骨干 不仅擅长跳舞 而且还常常编排节目 然而2009年的腰椎问题 却几乎要让他放弃掉这个爱好 和医生当时跟我讲 他说你最好是不要跳舞 那我一听我就傻了 我说因为这个舞蹈是我 我觉得是我生命中 生活中不缺少的一个部分 我不跳舞了 我怎么过啊 偏偏在那段时间 林永苏的丈夫又因病去世 腰疼加上精神上的打击 她的状态可想而知 你成天的老子在身体也不舒服 心情也不好 加上其他的一些压力 就是觉得生活很没有 没有那个的 就是没有指望 2010年春天 一次偶然的机会 当时56岁的林永苏 接触到了肚皮 一看我觉得很震撼的 我觉得这个舞太好了 因为他的音乐 他节奏很强 很强就很 给我一种冲动 这个跟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产生了很多活力 当时我有一阵小 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跳的东西 想去尝试 肚皮舞腰部的动作特别多 而林永苏的腰又恰恰有问题 真正跳起来谈何容易 那段时间是强迫自己 有自己把那个腰带 就是那个绷带 就在腰上面 把他把这个腰固定 就怕他万一 我自己一跳的时候 一听那个音乐响 自己就已经忘形了 忘形了就会 是不是又突出了 就会又 这个腰椎又跑出来了 可是跟谁去学呢 社会上倒是有相关的 舞蹈培训班 但是他又嫌学费太贵 好在自己有舞蹈基础 干脆自学得了 靠这种方法学习 林永苏越学越投入 就连做家务都见缝插针了练 没过多久 他就觉得自己的腰 比以前舒服多了 有时候感觉很奇怪 怎么就不知不觉的 我当时还是这样想 我是因为 我练这个肚皮舞的原因 就这样 本来就在舞蹈上 很有悟性的林永苏 硬是自学了肚皮舞的 基本动作 时间到了2010年4月 恰好上海电视台 正在举办电视选秀活动 林永苏动心了 作品舞是一个跟我们年龄跨度很大的 再一个的话是别人想象不到 这么大的岁数的话 演绎的是小姑娘的那些舞蹈 别人觉得很好看 很过瘾 不过毕竟是参赛 林永苏希望能多找一些人一起上台表演 于是她开始在社区游说大家和她一起跳舞 刚开始我想教他们跳这个舞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跳 她就觉得很难看 后来我说我们想去参加一个选秀 很多人就不愿意去了 她就是还穿那个很漏的衣服 我说是啊 所以就很多人就是自己就没有参加了 当时肚皮舞对于很多人来说显得太前卫 所以响应的人并不多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之前和林永苏一起跳舞的新潮派留了下来 胖然心动的感觉吧 就是也想尝试一下 因为我感觉这个肚皮舞的这个音乐特别好听 这个音乐一开我就感觉就想跳 好舞 反正我说不要紧我说林老师 我说你知道带着我们学我就跟着你学 就剩下来的几个就这么连我自己七个人 虽然后来少数队员有更换 但是这支舞蹈队始终保持七个人 而且大部分队员坚持天天练习 可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动作都是自学的 如何编排成自己的风格就很成问题 但是跳这种快节奏的舞蹈 队员们还是会面临不少挑战 8 4 2 3 再一个 3 2 3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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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单的幅度蛮大 这个感觉练了以后腰又很酸了 那个这个腹肌很疼 浑身都疼 到处都是疼的 这种呢 它就是腰部的肌肉抖动 就跟那个按摩器一样 然而说来也怪 累是累点 可是每次音乐一响起来 每个人就有十分讨论 那些音乐 让我们听得很愉快 知道吧 所以就 也没感觉到 就跳的时候也没感觉到很累 可能我们得出了病嘛 你说要我们不跳的话 可能还有些 难受呢 因为我们跳这段时间 跳习惯了嘛 是吧 痛得你睡不着 我们起床的时候就起不来 我们还是坚持练 两个月的时间 林友苏这支七人组合 应是通过自学自编 跳出了独特风格的肚皮舞 不仅在那次电视选秀中 惊艳亮相 而且脱颖而出 进入了前八名 这个活动 第一个收获最大的 我觉得我现在心态很年轻 就是觉得有对那个生活的一种 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觉得以后还有很长的路 可以走 电视选秀活动结束了 可他们的舞蹈仍在继续 这七个人超越年龄的状态 令他们不断被各个媒体关注 更多人记住了他们这个特殊的组合 后来我就想 我们这个组合 应该叫什么名字 你说要叫七仙女 就是太夸张了一些 如果说实际上七老太 那把自己叫太老了 我们自己都又不太愿意 这个因为有结婚的女人 是他丈夫的太太 然后他有些已经有孙子来了 他也可以说是他姥姥 或者是奶奶级的 是吧 后来我就想 就叫时尚七太 好一个时尚七太 原来是这样得名的 其实林友梭他们跳的肚皮舞 尽管花样繁多 但其中的动作主要就是通过摆 抖 震 甩 挺 转 等等这样一些方式 比较全方位的活动了腰腹部位 我们之前了解到 这个时尚七太的成员 大部分都有腰椎的问题 其中的重要原因 就是腰椎肌肉和韧带等软组织的老损 或者是力量减弱 而肚皮舞却有助于调整脊柱骨骼关系 加强腰腹的肌肉力量 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的腰病康复 不过更让人佩服的是 林友苏和队员们敢于突破自己 通过自编自创的舞蹈动作 展示自己的魅力 改变人们的看法 这一点恐怕才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时尚七太 现在是武汉的草根明星 跳到哪儿都能感染身边的人 学肯定想学了 但是我们肯定不行了 为什么觉得不行啊 我们没他们年轻啊 他们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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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五六十岁了 十八了 十八 我五十九了 的确 无论是体型 还是灵活程度 还是精气神 他们都明显比同龄人年轻 看到我以后很惊讶 我说你还是不是你有书 不是啊 怎么不是啊 他说我怎么感觉你 好像比以前 是年轻那些 他说我都不感认你了 通常穿的衣服 就是我买衣服 就是我女儿买一件 就是买样的 他买一件 我买一件 就是最后来 我们好几次演出的时候 我现在他们 单位的同事 就看到我表演了 然后就跟我 现在说 哎呀 你老婆身材真好 魔鬼身材 然后还有两个同事 就说 把我们老婆交给你老婆 让他也把他们 带去练一练 林友苏和队友们 在很多地方 都自信地展示自己 这种自信 来源于他们感受到的变化 身体的各个部位 都很有好处 因为我自动跳到这个舞以后 我的颈椎压就很少发了 对 我以前的腰是外面下来的 我现在腰了 我就可以弯下去了 以前没跳舞的时候 就很容易便秘 什么 就是后来经常锻炼在这方面 我觉得就有改善 然后我现在是可以 可以这个 肩也是打得很开 而且胯很灵活 就是轻轻地就会下来 刚开始像这种动作都不能做 他们还经常把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围观的人群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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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 加快 你们戴到这以后 就有什么感觉 这个地方出了绳子 这个地方出了镜子 这个地方出了镜子 每个人都忙 肚子太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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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他们所在的社区还专门成立了时尚气态艺术团 很多中老年人锻炼身体的热情被鼓舞起来 慢慢跳跳 心态好些就行 不管别人笑不笑 现在咱的身体就好 但是我们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健康主义 我老子三岁 你看我全面老子三岁 我就是后发不要 你看我 从表面上根本就不像老子三岁 肚子太烂 肚子太烂 天天快乐地跳着自己的舞蹈 继续着他们的梦想 是很多很多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的 我就希望怎么呢 就是很多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能够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活得很健康很美丽很开心 故事讲完了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您注意的 那就是这种舞蹈是否适合所有腰椎有问题的人 以及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练习 什么人不适合练习 还请您一定要去咨询一下专家 请切勿直接模仿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啊 林友苏和队员们都有舞蹈基础 可以自学 那如果您也想跳 您最好要找专业的教练 以免动作不当受伤 不过从时尚期待的故事当中啊 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 那就是 岁月的流转无法阻挡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以什么样的状态和方式活着 好了 接下来请继续看咱们的节目 我们常祝福别人美梦成真 有美梦啊 当然是好事 不过要是经常接触另外一种梦 那可就麻烦了 稍后的红桃信箱 就为您讲述有关做梦的事